今天我们剧组要选择一件事 管车海你说吧 我们叛变了 我们不再是闭门了 因为 我拍了这辆保时捷 看看 看看这车 太好看了 什么宝马 几分钟 集体叛变 这辆车叫Taycan 这是保时捷的第一款量产电动车 我们想拍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顶配车型 拓板时间2.8秒 不过那辆车是Taycan Turbo S Turbo S的意思就是牛X了 而我们拍的这辆车是Taycan Turbo 牛X在没牛X死 拓板时间3.2秒 3.2秒是什么感动呢 就是这个样 是这张脸 是这口牙 是这个叫声 不过 这是一辆保时捷造的电车 直填速度 就太没劲了 Taycan的外形仍然保留了跑车范 从A柱就开始往下溜 所以我一度以为这是两门车 大灯集成了远光 近光 转向功能 一打转向会变颜色 这是充电口 选配了触碰功能 不过我们都觉得很鸡肋 这个玩意儿吧 你不选它也得伤手 你选它你还得伤手 它花挺多钱啊 5000多吧好像在选招 而且你选招这个吧 它会增加风土 你看这块选招之后了 它都是死的 Taycan的内饰 和传统的保时捷区别很大 一表盘用一块屏幕 代替了机械一表盘 没有这样的 但是一点都不反光 在设置中 没找到保时捷五连表的设计 这种敢于摒弃自家传统的行为 非常值得尊重 我们要学习 我觉得咱们几分钟 老是靠女演员去转眼球 这个经典的传统 该事实放弃一下 嗯 你是不是又要开出我啊 这个大屏还继承了 调节驾驶模式 悬架 车人高度 车灯等功能 换挡在这个位置 即使是电车也保留了打火箭 没导演啊 他开会儿跟哪啊 我还要跟你抱他 这手都销了 啊 是吗 不想要点手都销了 这左边啦 你傻啊 保持这开会儿都在左边啦 那叫打火箭 不叫开车管啊 不同于英国豪华车的废话连贴 保持捷 是那种穿着质地很好的白T男人 再加上完美的身材 浑身上下透露着不做作的高级感 这叫简约而不简单 那啥是简单而不简约啊 那不你脑着吗 不过他的盗吃影像 很辣 非常辣 这刀人啊 即便太严重了 用到系列他没有 其实离他还挺远 但现在快碰到他已经 T开用的是保持捷最新平台 如果说潘南梅拉是赚钱的工具 T开就是未来灵魂的先驱者 虽然T开是个电车 但是油门调教的非常非常棒 680马力能像牛岛窑一样 随着需求有秩序的释放出来 而不是跟恶毒一样 一股脑吐出来 其他电车要么极力的控制电流声音 甚至迷失自我的去模仿油车的声音 而保持捷直接给T开做了一个 很具有科幻感的电子音浪 像不像宇宙飞船 这才是电车应该有的声音 这档T开车身重将近2.4吨 为了控制住他 我没病 我不使用 给他配了前10活彩卡钱 他采用的是自使用空气悬架 三枪的 三枪就是这个意思 枪越多 回馈的越细腻 通过感受车辆重心和速度 每个悬架可以自使用调节 给驾驶者的感受就是精准 精准到小数点后17位 由于车辆底部有电池 重心更稳 这档保持捷全新平台的T开 驾驶感受绝对要优于911 拍摄完911像红颜情人一样不舍 是一种文艺的期待和挽留 而开完这场TAKEN的感受是 你知道这个女人肯定不属于你 但元宇疯狂后 觉得这辈子都X了 这是宝马的高度 这是宝石捷的高度 宝马的顶级产品的高度 要远低于宝石捷的顶级产品 宝马有点像这种唱巴 以玩为主 能让每个人体会到驾驶乐趣 但是它的上限不会高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也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个贱人 即使是M 速车牵材道暴力举圈 可能就各种过热 而宝石捷是为赛道上 是录音棚 是职业的 当然宝石捷也会让很多人 感受到优秀的驾驶乐趣 也代表我是个贱人 但是宝石捷真正的灵魂 留给了赛道 如果说宝马是管从切菜锋利的菜道 宝石捷就是广于刮脑袋的刀片 宝石捷4S店内TAKEN展台上有句话 这不是花大笔 我相信其实有一天用P做动力 宝石捷依然可以造出有意思的车 你这P行不行啊 放心吧哥 我们这是萝卜发酵的 不像豆发酵的 不放少 异响的汽车全面奔向智能化的蔚来 还有宝石捷这种品牌 给大家献上纯粹的驾驶乐趣 我流泪了 保安咋了 还怎么感动呢 那是进口宝马车乳呢 我都快尿了 那你俩不爱宝马了 什么是宝马 什么是宝马 我爱宝石鸡 我爱宝石鸡 什么是宝马 什么是宝马 宝马是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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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是个屁